農委會的十幾號 在台南東山区嘉南大順 古板主行車追準立得欠用 以及進出的活動 民家婚姻嘉義實行認輸 總統蔡英文雅高中參加 在地下心的進出的活動 除了建政追準立得的欠用 也真是台灣完成手 總統特別感謝社區台南老師的用心推動 今天才能看到這麼漂亮的嘉南大順立得 擁有半年二歲嘉南追準立得 跟進出的活動 在十幾號進出的欠用 東山主庭台邀請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共同參與 也跟黨台下心作為進入台灣完成的手法 選保電區追準立得進出活動 今天啟用的水鎮綠道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在四座綠道的同時 我們也一併整治了水鎮周邊的環境 改善過去雜草重生 或水稻被隨意棄制的垃圾的問題 維持農業的農作 灌溉的量 這條自行車專用到沿著嘉南大鎮而施坐 是政府所推動的七條國家綠島之一 全長88公里 沿岸會種下10萬棵樹 嘉南最尊在島全長88公里 沿岸會種下10萬棵樹 並且可以為台南加以騎腳混淆 能夠享受參與的經濟 這也是全台最大的腳踏車的 其中今天這一條 全長87.5公里的水鎮綠道 就是在非常高的效率之下 在半年內就完工 那共同見證了我們不僅是嘉南大鎮 在文化上 在生態上 在農業生產上 它的一個重要歷史地位 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 總統跟院長及各位貴賓 共同來植樹 事實上在107年到109年 我們跟嘉義領館區 嘉義領館處以及亞洲中心 以及磁心有機農業發展的機會 共同種了非常總共種了1萬6千7百棵樹 然後在110年的時候 我們跟台積電合作 在山上水稻博物館 也種了我們的原生樹種 九重跟菊木等等 這些有多重的意義 不僅在2050的近零探牌上 我們共同努力再寄一份心意 這條國際的水鎮綠道 是結合立宿跟祖倫的腳踏車道 也希望增加出零探 可以讓環境優秀 作為我們台積進一份心意 現在就位郭伯義動産區財鳳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